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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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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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衛逃避素罗追杀 走到菲利士人境内 被带到加特王雅吉面前 为免招雅吉妒忌 大衛在他面前装锋 结果 雅吉下令驱逐大衛出城 大衛就不致落入菲利士囚敌的手中 在这首感恩诗里面 大衛呼吁会众赞美耶和华 因为上帝拯救了他 并且因为上帝对子民施行仁爱 诗人说 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便知道他是美善 投靠他的人有福了 耶和华的声闻 你们当敬畏他 因敬畏他的一无所决 弟兄姐妹 我们当敬畏耶和华 因为我们也曾经尝过主恩的滋味 我们在他里面一无所决 愿意我们同心向上帝发出赞美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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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你们中间的外族人渐渐富裕 你们同胞中却有人日益贫穷 将自己卖给外族人或他们的族人 他可以保留属身的权利 他的兄弟 叔伯 唐兄弟 或其他近亲都可以属回他 如果他富裕起来 亦都可以属回自己 他要和卖主计算从自己卖身为牢 到下一个欺年之间的年数 然后按故宫的公价 照年数的计算属价 如果离欺年还有很多年 他就要按比例常还大部分卖身款 为自己属身 如果离欺年只有不多的几年 他就要按年数常还卖身款 为自己属身 卖主要代他 与按年雇傭的工人 你们要确保卖主不会苛代他 如果欺年来临之前 他没有被属回 到了欺年 他和孩子们都要获得自由 因为以色列人是我的仆人 是我从埃及领出来的仆人 我是你们的上帝耶和华 你们不可以为自己制造偶像 不可以树立神像和神处 也不可以在你们境外安放拜祭用的石像 我是你们的上帝耶和华 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 敬畏我的圣索 我是耶和华 如果你们遵行我的律例 持守我的戒命 我就按时降与给你们 使土地掌出庄稼 果树结出果实 你们要打粮食 打到摘葡萄的时候 摘葡萄摘到播种的时候 你们必封衣足食 安然居住 我要使你们得享太平 安枕无忧 我要除掉你们境内的万兽 也要使你们免遭刀剑之灾 你们将追港囚敌 使他们堵在你们刀下 你们五人要追港一百人 一百人要追港一万人 他们必死在你们刀下 我要眷顾你们 使你们新养众多 也要坚守和你们所立的药 你们存粮很多 甚至要搬出尘粮 来储存身粮 我要住在你们中间 我必不嫌弃你们 我要在你们中间往来 我要做你们的上帝 你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是你们的上帝耶和华 我曾带领你们离开埃及 使你们不再做埃及人的奴隶 我打碎了压在你们身上的重压 使你们能昂首挺胸 阳眉吐气 如果你们不听从我 不遵行我的这一切解明 如果你们拒绝遵守我的律例 厌弃我的典章 不听从我的命令 破坏我和你们所立的药 我要惩罚你们 使你们陷入恐慌 患怒病和热症 使你们眼睛分发 心力衰竭 你们杀种却一无所获 因为敌人要食尽你们所种的 我要严情你们 使你们败在敌人手下 你们要被那些恨你们的人统治 即使没有人追赶 你们也要逃命 如果你们受过这些惩罚 仍然不知悔改 我要将给先前严厉七倍的惩罚 加在你们身上 我要重挫你们的傲气 使你们头上的天如铁 脚下的地如铜 你们奴作也是涂厌 因为你们的土地 必定不长出庄稼 果树也不结果实 如果你们仍然对我作对 不肯听从我 我要将给先前严重七倍的灾难 降在你们身上 我要让野兽残害你们的子女 吞逝你们的牲畜 使你们人口睿减 踏上秒无人迹 如果你们仍然和我作对 我亦要与你们作对 用比先前严重七倍的灾难 激弹你们 因为你们毁弱 我要用战祸报应你们 你们躲进角城的时候 我要在你们中间降下瘟疫 使你们落在敌人手里 我要断绝你们的粮余 那时候 十个妇女将用一个烤炉烤饼 按定量分饼给你们 你们吃却是吃不饱 如果你们仍然不肯听从我 继续与我作对 我亦都要与你们作对 向你们发烈路 将给先前严厉七倍的懲罚 加在你们身上 你们要吃自己遗旅的肉 我要毁灭你们的邱坛 拆掉你们的香坛 将你们的尸体 堆在你们毫无气息的神像上 我以护你们 我要使你们的成一轮为废墟 使你们的敬拜场所荒凉 也都不再越纳你们的兴乡之祭 我要使你们的土地荒废 连占据那里的敌人 也都为此而震惊 我要将你们驱散到各国 还要拔刀追杀你们 你们的土地将荒废 乘一将沦为废墟 你们被老到敌国的时候 你们的土地将荒废 享受安息 你们住在那里的时候 没有在安息年 让土地安息 因此 土地在荒废的日子 将得到安息 我要使你们当中的那些恨存者 在敌国心惊胆战 过着风声学类 惶恐不安的生活 即使无人追港 他们也都将仓皇逃命 互相叛倒 好像躲避刀剑一样 你们必无力抵挡敌人 你们将葬身列国 死在敌人的土地上 你们当中的恨存者 将因自己的罪 同祖先的罪 而消亡在敌人的土地上 如果他们承认自己 同祖先的罪 就是背叛我 与我作对的恶行 以致我与他们作对 将他们流放到敌国 如果他们环顾的心 谦卑落来 甘愿接受刑罚 我就履行 我同亚伯拉罕 以撒 与雅各所纳的约 眷顾那片土地 土地被他们离弃 荒无人烟 得向安息 他们却因拒绝遵守我的典章 厌弃我的律例 而饱受懲罚 然而 他们流泪敌国的时候 我不会弃绝他们 不会因厌惑而毁灭他们 也都不会违背 我与他们所纳的约 我是他们的上帝耶和华 我必为他们的缘故 理行我与他们祖先所纳的约 我曾经在列国面前 带领他们的祖先离开埃及 为要做他们的上帝 我是耶和华 以上是耶和华籍摩西在西内山 颁布给以色列人的律例 典章和法道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将以下条例 告诉以色列人 如果有人许下特别的愿 以负身价的方式 奉献一个人给耶和华 就要为被奉献者 估定身价 以圣所的平为准 要为二十至六十岁的男子 股价五百五十黑银子 女子则股价三百三十黑银子 五至二十岁的男子 股价二百二十黑银子 女子则股价一百一十黑银子 缓月至五岁的男子 股价五十五银子 女子则股价三十三银子 六十岁以上的男子 股价一百六十五银子 女子则股价一百一十银子 如果许愿的人 因贫穷而负担不起 就要将他带到祭司面前 祭司要按他的能力 凌行股价 如果有人许愿 献身畜给耶和华作供物 所欠的身畜就会成为圣物 不可以更换所欠的身畜 不可以以坏换好 也不可以以好换坏 如果更换 两头身畜都会成为圣物 如果许愿献的是不圣结的身畜 即是不能够献给耶和华作供物的身畜 那个人就要将身畜带到祭司面前 由祭司评定他的好坏 祭司股价多少就是多少 那个人如果有二属回 必须支付祭司股价值 再加乎五分之一 利未记是各种条例的会集 条例的颁布是建立在 神和以色列选民的关系 神是圣洁这些真理上面 在二十多章以耶和华晓语摩西和阿伦的形式里面 宣布各项律法条例 包括五种宪制和祭司侍奉的条例 圣民生活结症的条例 折旗的条例 其他条例和警告 在颁布各项律法之后 今天的记载对比遵行戒命蒙祝福 和违背戒命受惩罚 持守神的戒命 祂就会实现祂所应许以色列人的一切 天会降雨 地会效力 境内的满兽被除掉 囚敌倒在他们的刀下 人必安然居住 上帝要住在他们中间 相反 如果他们拒绝遵守 嫌弃 不听从上帝的典章 命令 破坏上帝所立的药 上帝要惩罚他们 使他们陷入恐慌 患病之中 杀种一无所获 土地也不效力 被那些恨他们的人统治 上帝也要和他们作对 在接近完结所有提醒 和警戒的条例后 联敏人的上帝 却总是给他的选民回转的机会 和出路 上帝应许认罪悔改必蒙眷故 上帝说 如果他们环顾的心谦卑下来 甘愿接受刑罚 我便履行我与阿伯拉罕 以撒同雅各所立的药 回应神向我们所立的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前往耶路撒冷的路上 耶稣走在众人的前面 门徒觉得很惊奇 其他跟随的人也很害怕 耶稣将十二个门徒叫在一边 再将自己将要遭遇的事 告诉他们 听着 我们现在前往耶路撒冷 人子将被交在祭司长和律法师的手中 他们要判他死刑 将他交给外族人 他们会嘲弄他 向他吐口水 鞭打他 杀害他 但是三日之后 他必复活 西比泰的两个儿子雅各 和约翰上前对耶稣说 老师 请你答应我们一个要求 耶稣问 什么要求 他们说 在你的荣耀里面 求你让我们一个坐在你的右边 一个坐在你的左边 耶稣说 你们不知道自己在求什么 我要喝的那个杯 你们能喝吗 我要受的洗 你们能受吗 他们说 我们能够 耶稣说 我要喝那个杯 你们也要喝 我所受的洗 你们也要受 不过 谁坐在我的左右 不是我来定 而是为哪一个预备的 就让他来坐上 其他十个门徒听见这件事之后 很惹雅各和约翰 于是耶稣将他们叫来 对他们说 你们知道 爱族人有君王统治他们 有大臣管理他们 但你们不可以这样 你们中间 谁要做首领 谁要做大家的仆人 谁要居首位 谁要做大家的奴仆 因为就连人子 也不是要来受服事 而是来服事人 并且牺牲性命 作许多人的属价 耶稣和门徒 这样哭叫 大卫的后野啊 可怜我吧 耶稣停下他一步 叫人带他过来 他们就对一个慢的巴底脉 说 好了 起来吧 他叫你呢 巴底脉脱下外衣 耶稣跳了起身 走到耶稣面前 耶稣问他 你要我为你做些什么呢 核子就说 老师 我想能够看见 耶稣说 回去吧 你的信心救了你 那个人立刻 可以看见光明 在路上跟从了耶稣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同样的问题 对于追求荣耀的门徒 和核眼的巴底脉 耶稣有不同的回应 耶稣三次预言自己受难 门徒的眼目 仍然是地上的生命 伟大和荣耀 第一次的预言 是往该撒利阿肥立比的途中 彼得的劝阻 耶稣教导他们 要背起十架跟从他 第二次的预言 是经过加利利的途中 门徒争论哪一个最伟大 耶稣教导他们 哪一个要居首 就要做仆人 第三次的预言 是上耶路撒冷的途中 雅各和约翰要求荣耀的高位 耶稣教导上帝的简选 和以服侍为首领 门徒肉眼看见 灵眼却是模糊不清 耶稣给门徒是反预期的回答 目的是有道他们开启熟灵的眼睛 有趣的是 因为对于孤独 土饭的盒子巴底买 大概他每日 涉而不舍地哭叫呼求耶稣 所以很多人都 集备他叫他不要吵 他的肉眼虽然看不到 灵眼却是见到拯救的主 结果耶稣 因为他的信心回应他的请求 巴底买立刻得见光明 并且跟从了耶稣 感谢耶稣内心 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教化和有道 有道得很高 中文字幕——YK 深言十章二十二节 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腐租并不加上忧虑 所罗门善恶互论的深言鼓励我们 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腐租并不加上忧虑 属于耶和华的二人 在他的正路上 即使面对囚敌穷追不舍 恶意攻击而感到困乏 心里面仍然可以腐租 而且不需要忧虑会被恶者夺去 祈求圣灵帮助我们 坚定在他的正路上 追求耶和华所赐给二人的福和付足 祝你一路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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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3月2日 灵修思考问题 马赫福音10章51-52节 耶稣问他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核子说 老师 我想能够看见 耶稣说 回去吧 你的信心够了理 那人纳克得见光明 在路上跟从了耶稣 你熟灵的眼睛被什么弄核了呢? 是门徒那些被地上的生命 伟大 荣耀昏迷了眼吗? 求神帮助你发出巴底买对耶稣 涉而不舍的哭叫和呼求 以致你能够看见 并且真正跟从他 亲爱主耶稣 感谢你让核子因为相信你而向你呼求 你就使他得以看见 求你怜悯今天仍然有很多人的熟灵眼睛 被各样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 浓核 以致未能看见 愿更多的人向你祈求得以看见 奉主耶稣的名讨告 阿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